啊,这是我 准确的说呢,是游戏中的物 由脑子、呼吸道、左肺、右肺、肝、胃、肠道组成 那他们之间呢,相辅相成,亲云为家 但是这一天,三个巨大的病毒降临于此 他们内部呢,有大量的治病病毒 并且,在以50年为周期 从呼吸道开始,入侵本上帝 那如果让他们拿下左右肺、肝和胃 还有肠道中的筋脑 就能打开通往大脑的通道 然后长驱直入,吃掉我的脑子 面前,在他们入侵的时候 还会释放分裂因子 引得各个器官呢,各自为战 甚至大打出手 可以说,现在的形势啊,异常严峻 但是,老子也不是吃素的 勤劳勇敢的免疫细胞 已经武装到了牙齿 如果病毒胆敢来犯 定叫它,有来无回 那么好 在病毒50年一次的入侵下 在各个器官,各自为战的情况下 究竟是病毒吃掉我的脑子 还是帅气的我,战胜病毒 各位观众老爷们,开始下注 比赛 现在开始 那么好的 这件一号病毒吐出一条触手 直接连到了宿主身上 小病毒呢,纷纷行动起来 开始了大规模入侵 但是,呼吸道的免疫系统也很勇敢 他们毅然决然的顶了上去 用自己的身躯组成了一道人墙 然后,人墙被摧毁了 那,这些免疫细胞不但没有阻拦病毒 甚至被同化成了病毒 加入到了入侵的行列 病毒们继续推进 但是,左右肺,可不会坐以待毙 他们分别派出了自己的免疫大军 上前迎敌 左肺、右肺,与呼吸道通力合作 病毒们如春雪般消融 不多时便被消灭大半 虽然仍有灵性的病毒在呼吸道游荡 但是基本上可以宣布呢 第一波病毒已经无了 气管们可以享受美好的生活了 才怪 啊? 其实呢 病毒早在入侵的时候 便释放了分裂因子 那各个器官就觉得脑袋发晕 双目血红 越看自己身边的器官呢 就越觉得不爽 在病毒入侵八年之后 右肺首先精神失常 宣战胃和左肺 而肠道和肝也行动起来 宣战胃 整个身体呢乱出了一国之物 右肺趁乱在一号病毒处建立了C城 然后,便全身心投入了器官大战之中 124年 胃因为受到三国进攻不堪重负啊 最后被右肺占领 此举引发肝和肠道的强烈部门宣战右肺 此时右肺可以说是众矢之地 被左肺、肝、胃围着打 可右肺不知道吃了什么药啊 各国打了很多年 右肺呢就是毅力不倒 占领筋头条顶多到5%就再也涨不下去了 除了肠道从右肺手中夺下了胃 其他器官呢都没有捞到好处 于是有人看着其他弱小的器官动起了歪脑筋 129年左肺宣战呼吸道 呼吸道作为全肠最弱的器官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力 但是呼吸道连接着右肺和病毒一号分成 对右肺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所以右肺顶着压力 出兵拿下呼吸道 但围绕呼吸道的争夺并没有结束 138年肝出兵呼吸道并将其拿下 143年右肺再次出兵将其夺回 145年左肺出兵拿下呼吸道 148年右肺第三次出兵 但最终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右肺次次无功而返 正在其他器官洋洋得意 觉得自己在加把劲就能拿下右肺之时 另一股邪恶势力已经酝酿完毕 公元150年第二波病毒入侵开始 随着通道的打开 病毒们蜂拥着冲进了病毒一号分成 几乎是没有任何阻碍 病毒一号分成便被平推了过去 宣告沦陷 随后便是呼吸道 依然是毫无阻隔 病毒们一路畅通 便来到了左右肺的交叉路口 此时右肺已经被肝占领 而肠道又在跟肝争夺右肺的所有权 所以目前呢 只有左肺能阻拦病毒了 可是左肺何德何能啊 这次来的病毒啊 可是上次的一倍还多 那虽然左肺免疫系统全力运转 但还是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 而右肺这边呢 也是一样 不要以为病毒会因为你们在打仗呢 就对你们网开一面 那病毒又不懂政治 所以右肺也不出意外的沦陷了 金脑被毁 然后是左肺金脑被毁 再就是肝和胃的金脑被毁 到最后幸存的器官呢 就只剩下肠道了 那怪不得最近啊 我老感觉自己凶闷气短 呼吸困难 毫无食欲 那做视频呢都提不起劲 甚至想搁一个月 原来是病毒的锅呀 那太可恶了 目前肠道靠着地形与弓箭游势 使用隔山打牛等战术 拖住病毒 那看起来呢 一切似乎还有希望 但是总有一些漏网之鱼 突破免疫细胞的封锁 悄悄潜入了大后方 那趁着免疫系统不注意 疯狂进攻 手无寸铁的肠道细胞 不多时 后方肠道细胞损失惨重 而在正面战场 面对大量的病毒入侵 肠道免疫系统呢 也撑不住了 纷纷溃败 连最强大的肠道免疫细胞 也被病毒感染了 整个肠道的沦陷呢 也只是时间问题 肠道筋脑最后还是沦陷了 而其他器官呢 则早已毁灭 现在我别无选择 只能打开自己的大脑了 太出最强免疫细胞 与病毒决一死战 但同时 大脑中的筋脑 也将暴露在病毒的视野之下 如果这个筋脑被毁 那一切就全完了 这边 我只是刚刚打开的通道而已 那最强免疫细胞 便倾巢而出 担负起保卫身体的重任 他们个个都是一顶一的好手 身上的装备呢 都是最强的武器装备 防御力更是高达 百分之一百七十亿 只要他们在 任何邪恶 终将生之一发 下方的病毒 嗅到了脑子的香气 纷纷开始向上移动 而大脑免疫系统 也雷霆出击 迅速将病毒消灭 看起来真是太安心了 但是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两百多年 第三波 也是最强的一波病毒入侵 开始 一波又一波的病毒被清理 可病毒依然源源不断 免疫系统已经全力以赴了 可是还是有漏网之鱼 入侵了大脑 免疫系统尽职尽责 哪怕他已经感染了病毒 但是到最后 病毒还是吃掉了我的脑子 啊 所以 为上帝献上礼炮 我们下次再见 嘿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